给你300万美金解决掉两波凶残的对手 你会选择逃离还是应战 这个男人名叫麦克 他曾是一位优秀的拳击手 但因为肩膀受伤的缘故 麦克已经连续输了三场 这导致他曾经的老板不愿意再给他上场的机会 可是拳击是麦克唯一的工作 他恳求老板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自己能打败外面那个所谓的天选之子 老板就要给自己工作的机会 说实话 麦克确实打得不错 刚开始就把对方按在地上摩擦 麦克得意洋洋的看着老板 表示自己饱刀不牢 可就在他走神的这一刻 对手迅速的反攻了上来 失去了主动权的麦克 就这样被对方占了上风 最终 这场比赛以一个屈辱的姿势结束 被对手勒入脖子的麦克 脑海里一直回荡了一个声音 结束了 你根本就不适合当拳击手 就这样 麦克彻底结束了他的拳击生涯 没有了经济来源的麦克 现在只剩下了一辆车 为了生存下去 麦克来到一个工地 当了个农民工 他的工作也挺简单 这个名为玛利亚的意愿 即将被政府爆破 在爆破之前 麦克和工友们负责一些收尾工作 虽然是个体力活 但好在能养活自己 麦克倒是干得也起劲 而此时 这个在监狱里快被打死的老黑 现在也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 因为他和这个监狱里的老白 是死对头 当年的那场交易 老黑撕通了老白300万的货款 但由于被抓 那么以前还放在原地 分文未动 你猜的没错 那笔钱就藏在麦克 现在工作的玛利亚医院里 故事这不就连贯起来了吗 老黑长得狱警大叔 恳求他帮自己 换个监狱服刑 而作为报答 他会把隐藏的位置告诉大叔 老黑算是找对了人 因为大叔现在正急需用钱 他的女儿身患绝症 光是动手术的费用 就高达几十万美金 而此时的老白 得知老黑被调走以后 愤怒不已 他买通其他的狱警 以后得知 狱警大叔的女儿身患绝症 而老黑这件事 正是大叔下达的命令以后 就猜出了其中的端倪 一定是老黑受不了自己的欺凌 所以用外边的那笔巨款 买通了大叔 老白在监狱里 联系到自己外边的小弟保罗 让他跟踪大叔 等拿到那笔钱以后 直接将人打倒 钱带走 再回来说说我们的主角麦克 他在这里工作干的还行 而且还意外结识了一个朋友胖哥 这胖哥曾经看过麦克的比赛 所以两个人很快熟络了起来 麦克现在吃住都在车里 生活也挺落魄的 现在已经是一个农民工的麦克 做梦也没想到自己 会在这个即将爆破的医院里 找到一笔巨款 这可是整整300万美金 无论是放在谁手里 下半辈子那都是吃喝不愁了 看了这么多钱的麦克 瞬间懵逼 在胖哥呼唤自己的那一刻 麦克快速地把一张纸币塞进口袋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和胖哥攀谈 他们的工作已经进行了数十天 现在这座医院 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被爆破了 在爆破之前 所有的工人都要搬离出去 麦克心里一直放不下那笔巨款 于是在公图点名的时候 麦克随便编了个理由 把纸币给胖哥以后 再次返回到了医院里 但这个麦克脑子 好像有点什么大病 拿到钱以后的他 没有及时离开 而是长阳在自己的美梦里 无法自拔 自嗨了一阵之后 麦克一直知道 这橘币是一笔黑钱 所以肯定还有别的人 在盯着这笔巨款 就在麦克纠结着 怎么把钱带出去的时候 大叔已经驱车来到了这里 他带好家伙事 悄悄进入了医院内部 来到老黑所说的那个房间以后 大叔开始砸柜子找钱 但里边却是空空如也 因为钱已经被麦克转移了 此时的麦克听了声音以后 发现了大叔的存在 也明白此地不宜久留 于是他赶紧背起钱 从楼梯逃脱 但还没等下楼 保罗就带着自己的一众手下赶了上来 现在的麦克可以说是父辈受敌了 麦克观察到这一些之后 悄悄来到楼上 准备找个房间先躲起来 但过于紧张的麦克 没有注意到脚下有一根钢管 脚下发出的声音吓了麦克一跳 同时也让楼下的保罗和楼上的大叔 更加警惕了起来 而此时的大叔在地上看到了散落的纸币 这意味着钱已经被别人拿走了 另一边的保罗在发现纸币以后 只以为大叔已经拿走了钱 为了找到钱的下落 让手下开始分层搜查 只要找到大叔 他和手下就能发笔横财了 然后就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麦克和大叔为了躲避搜查 不约而同的都躲在了阳台上 好家伙 这一不小心还对了个眼儿 这个大胡子即将发现麦克的存在 可事情又发生了转变 保罗的手下在楼下抓到了胖哥 尽管胖哥含泪解释 自己只是来找麦克的 可保罗一行人都觉得此事和胖哥脱不了干系 其实他们压根也不在乎这些 混黑道的人才不会管什么真相 于是这群作恶多端的人 在麦克的注视下枪杀了胖哥 看到这一幕的麦克再也忍不住了 他站起来的这一瞬间 自己的位置也彻底暴露 现在的麦克已经不再考虑如何带钱逃走了 他发誓自己要为胖哥报仇 于是在保罗手下赶来的时候 麦克已经把钱藏了起来 身为拳击手的麦克 对付几个小弟那还是轻而易举的 可他刚把一个小弟踢进电梯井里 长毛就举着枪走了过来 麦克来不及喘息就要对付长毛 不过这长毛枪法还行 近身不斗那是菜的不行 眼看着麦克就要解决了长毛 保罗的金毛女友带着人赶了过来 金毛不愧是老大的女人 伤了就用枪管打倒了麦克 被控制住的麦克明白活命要紧 于是他假装要带金毛去拿钱 转身却迅速出击 实力拳击手果然不是吹的 几个人瞬间就被他打翻在地 麦克趁机快速逃跑 奔着一个垃圾管道就跳了下去 气得金毛原地暴走 但麦克也是刚出龙潭 又入虎穴 大叔已经悄悄观察了麦克许久 于是他趁麦克不注意 直接上去用刀子抵住了麦克的脖子 大叔的目的也很简单 那就是成功拿到钱 麦克当然不可能轻易说出钱的下落 他表示自己就是个农民工 压根不知道什么钱不钱的 就因为毁了哪个衣服 结果卷入了这场纷乱之中 大叔听到这话 本想放了麦克 但下一秒 麦克却主动出击 麦克本以为自己可以快速解决了大叔 但人家大叔好歹也是个预警 身上也是有点功夫的 两个人在空荡的房间里扭打了起来 几乎都忘了医院马上要被爆破的事情 突然 保罗的一个小弟找到了他们 这家伙拿着枪威胁麦克和大叔 但他没想到 麦克和大叔竟然如此默契十足 两个人一个控制小弟 一个抢走手枪 成功扳回一局 但就算这样也并不代表他们两人达成了共识 等小弟一倒下 两个大男人再次扭打了起来 为了率先拿到地上的手枪 这真的那叫一个不分不重啊 要想解决他们的斗争 那还得是保罗的其他手下 听了对方赶来的脚步声 麦克和大叔顾不得再打 快速骑身朝着楼上跑去 麦克疯狂奔跑 想拿着钱快点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他把一根水管扔到楼下的时候 却发现保罗和手下正在蹲点 自己刚一露头就被发现了 而此时的金毛也拿着枪找到了麦克 眼看着麦克命悬一现 大叔及时出现 这一木板算是救了麦克一命 要说金毛也是惨的一批 他一个站不完来到了窗台前 结果楼下的保罗以为窗边的人是麦克 就这样金毛直接被自己的男友乱枪打死 看到掉下来的尸体是自己的女朋友 保罗也是彻底崩溃了 当即下达命令 拿钱杀人一个不留 现在的大叔也不再隐瞒 告诉麦克自己是预警的身份 还猜测保罗是因为监狱里的老白 给出了消息才来到了这里 看到大叔对自己敞开心扉 麦克却依然留了个心眼 他没有告诉大叔自己把钱藏在了哪里 毕竟他也不敢确定大叔说的是真是假 直到两个人再次面临危险 麦克才真正看到了大叔的诚意 就说这胖子的狠狠易衰 如果没有大叔的帮忙 估计这胖子都能一屁股坐死麦克 拿到枪以后呢 麦克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向了长矛 最后还不忘补上一枪 现在他们的敌人只剩下保罗一人了 逃生路上 大叔再一次提起了钱 这一次他说出了自己的用途 麦克是个心软的人 得着大叔冒死前来 就是为了给女儿治病时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把钱给大叔分了一半 现在距离医院被爆破 只剩下20分钟 两个人扛着钱准备从楼顶逃离这个医院 可保罗却穷追不舍 激烈的枪战从楼道一直打到了天台上 善良的麦克知道这是场恶战 于是他示意大叔赶紧离开 大叔犹豫了片刻 为了女儿 他只能选择牵扯 楼顶上的麦克已经用光了子弹 而保罗却离自己越来越近 一不做二不休 麦克随手撒了一把美金 来混淆保罗的视听 然后迅速扑上去 开始和保罗近战 被打掉枪的保罗 没什么胜算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了麦克的弱点 就是那个曾经受过伤的肩膀 保罗猛击麦克的软肋 男人疼痛的麦克最终被保罗锁住了喉咙 这羞辱的姿势让麦克再次想到了之前输掉的比赛 可这一次 他绝不允许自己再次认输 现在距离爆破只剩下不到半分钟 认输那就等于等死 麦克调整状态甩开了保罗 然后背着钱快速逃离 现在的时间已经不足以让他跑到楼外了 幸运的是大叔并没有放弃他 这一辆装满垃圾的车 是最后一秒救了麦克的命 大楼轰然倒塌 里面发生的肮脏故事自然也一并消除 大叔拿了钱给女儿凑过了手术费 麦克把自己的钱全部寄给了胖哥的家人 大概只有这样 他心里的内疚才会缓解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阴狠的老白 大叔找人把他挑到了老黑的牢房里 现在也轮到他尝尝挨打的滋味了 这部电影倒真是和片名一样 利益之争堕落之宝 如果有这样的三百万美金放在你的面前 你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是大壮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